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说他叫山是来面试工作的 在老人的办公室中 山发现了好多文档 老人告诉他 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客户们的信息 在山的再三请求之下 老人开始讲述第一个故事 在宴会上一个女人悄悄地来到洗手间 却发现电源开关上有很多粘液 但他没在意 而是坐在马桶上拿出了怀中的东西 原来他是一个小偷 此时正在审查自己的战利品 一只怀表引起了他的兴趣 离开卫生间时 他发现了镜子后面的壁橱 打开后 里面是一只满是触角的怪物 吓得他关上柜门 准备离开 但怀表却不慎掉落 爬出声响 下一秒 他就被怪物拉进了壁橱里杀死 触手则将灯再次关闭 听完后山感觉这个故事不可思议 老者称 这个故事只是前奏 更刺激地在后面 接着第二个故事开始了 一所大学里 杰克正向心生灌输着身体自由的思想 目的就是为了忽悠女孩们参加派对 顺便占他们的便宜 随后一位女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她叫桑德拉 她不仅接受了馈赠 还答应了参加派对 派对开始后 桑德拉便和杰克来到了卧室 桑德拉提醒杰克要使用套套 但杰克却没有听 一夜激情后 桑德拉在镜子上留下了电话离开 风流成性的杰克顺手抹掉了号码 紧接着他就恶心呕吐 来到医院检查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回到家后 杰克服下了避孕药 但又吐了出来 这时杰克联系上桑德拉 约好稍后见面 但杰克一下楼就被死党们团团围住 庆祝他泡妞取得的新的记录 可就在众人将其抬起时 杰克的羊水突然破裂 随后他来到桑德拉的家中 桑德拉父母便熟练地为杰克接生 随着鲜血喷溅 杰克的整个下身都爆裂开来 桑德拉的父母将婴儿放到了床上 准备离开时却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玩具 随着便是一阵婴儿的哭闹声 随着镜头逐渐拉远 阁楼里出现了很多婴儿 第二个故事结束了 在殡仪馆老者利用机关将木棺送去了地下 带着山来到了防腐室 这里躺着一具女尸 看着女尸 老人讲起了第三个故事 一位满脸胡子的男士 结婚后不久 妻子就重病不起 满满的 大胡子也经受不了生活重压 颇为理解的医生 给他留下了致命的毒药 当晚大胡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还买了一个妻子最喜欢的北极土雕像 随后他将药倒进粥里喂给妻子 很快妻子开始全身抽搐 大胡子心软地解开了固定妻子的腰带 并把他喝下的粥弄吐了出来 没有胶带固定 妻子一头栽在了北极土上死去 大胡子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让他把尸体扔进海里 大胡子将尸体放进木箱 但箱子太小腿收不进去 于是他想利用电锯锯断妻子的腿 可刚接触到大腿 妻子就痛苦地大叫 大胡子一把将插在妻子头上的雕像拔了出来 妻子才彻底死亡 随后大胡子将尸体带了出来 下楼时却被困在了电梯里 这时大胡子发现箱子渗出了大量鲜血 他愤怒地摘下戒指 接着电梯突然坠落 他产生了幻觉 箱子里的尸体飘了出来 并将大胡子扔掉的戒指重新戴到他的手上 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当警察赶到时 电梯里只有空箱子和神情恍惚的大胡子 故事讲完了 山和老人来到了焚烧炉前 打算将罗根的尸体火化 就在这个时候 山阻挡了老人的操作 原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来看罗根 接着山便说出了他和罗根之间的故事 原来山是罗根的保姆 一天晚上房主说会晚些回来 让他先照顾罗根睡觉 山来到房间看到罗根已经睡去 他便在客厅里跟着音乐 边跳舞边做饭 电视里紧急插破了一条新闻 附近的疯人院发生了暴动 而山并没有留意 回到屋内 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头部受伤的男子 他来到厨房拿菜刀 刚转身就发现对方在自己身后 对方哭着向他求救 山只好拿出毛巾帮他擦血 这时电话响起 男子警告山不要去接听 直到电话自动转入留言信箱 才发现是房主打的 他们听说附近的疯人院发生了暴动 便提醒山锁好门窗等他们回家 山感觉对方就是那个杀手 双方随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男子被电视砸死 回来的房主更是在烤箱中 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罗根 原来在老人面前的女孩山 本名叫夏洛特 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有收藏被害者牙齿的癖号 绰号泽弯牙仙 随着夏洛特取下罗根的牙齿 将木棺推进了焚尸炉 然后将手中的匕首 刺进了老者体内 却发现老者似乎是不死之身 夏洛特打算逃离此地 却发现自己无法离开 老者说他也是无意间闯入这栋房子 在杀掉上一个管理员后 就没再跑出去过 伴随着手杖敲击地板 档案掉了下来 档案自动翻开 小孩的鬼魂从里面爬出来 他们都是被夏洛特残害的孩子 那些小鬼一拥而上 啃咬着夏洛特 他搜集的牙齿散落一地 最终他被这群小鬼围攻只昏迷 而那些小鬼也从掉落的牙齿中 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颗 老者给他做了个分切手术后 便走出了大门 但很快老人化作了一把黑烟散去 而从昏迷中醒来的夏洛特 又成为了殡仪馆新的主人 伴随着故事讲完 夏洛特合上了书 坐在面前听故事的正式送抱的小孩 抱同感觉到气氛不对 打算离开 但为时已晚 伴随着一阵阴森的笑声 电影结束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食喉味道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